Hello,我是Alan Hello,我是Tracy 今天我們又到我們去認識多些台灣的題目了 今天就是想說說說台灣的健保 其實我們在台灣兩年都用了很多次的健保卡 其實我們來台灣之前都經常聽說台灣健保很好 我們作為一個台灣人 為什麼我們對台灣的健保只是聽這些新聞自己不去找資料呢? 這次我就不只是找台灣 因為我就發覺其實整個世界的健保是不是有一個系統呢? 是不是只有台灣這個系統呢? 找了很多資料之後 原來在這個世界健保這件事是每個國家都有的 我們有沒有去理解過我們在用的是什麼健保 所以我就找到一些資料 就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如果我的資料有什麼錯或者有什麼遺留 大家盡情在下面留言 沒有所謂的,大家一起交流一下 這個意思是說如果下面很多留言的話 就是很多錯誤的東西 全世界的醫療保障其實大概分三大類 第一類就是National Health Service 就是這個國家的醫療保障系統 我們也都叫NHS 通常行這個系統的國家 就有英國、芬蘭、一些北歐的國家 他們這個保障系統的財務來源 通常都是來自國民的稅金 之後這些稅金安排多少 到這個醫療保障裡 就是由國家去編制的 通常這些地方的公立醫院 都會有一個叫做醫管局的地方去管理這些醫院 其實這些醫管局 我們以前香港都有類似的醫管局 我一直都不知道 原來我們在香港的時候 其實原來我們已經享用這一類型的醫療保險 我以前只知道政府有津貼 我們去看那些公立醫院就很便宜 所以我們以前都可以享受這個服務 所以我們以前在香港 通常你聽到要去看醫生要付錢 是給藥費的 我們是來到台灣之後 才聽到掛號費的 你的意思是說 香港的那些公立醫院是 你拿藥的時候才付一個費用 但是好像在台灣真的不一樣 可能他就是先放一個錢 對於很多低收入人士 未成年或者長者 他們都免了很大部分的一些費用 通常都真的只是給藥費 以前我們在香港 看醫生就經常很怕 會看貴一點就是因為藥費 我們經常都說 不要給特效藥我 因為醫生很喜歡給特效藥你 因為這樣可以收到一些錢 我們自己覺得 當然有些情況下可能會需要 但是我們會慣性 就是說不需要特效藥 這樣就因為想便宜一點 我們說過NHS這麼正 一定有缺點 第一就是這些地區 通常的稅金都會高一點 英國就很明顯的來自 第二就是因為這麼正 又可以免費看醫生 只給一點錢就可以了 導致這些地方 濫用的醫療系統會嚴重一點 我們以前在香港經常聽說 濫用救護車 你想想我叫白車 是不用錢的 第三就是因為這樣 導致這些醫療系統 長期都會處於高峰期 以前我們可能派公立的醫院 你要派一個手術 你聽說 尤其是老人家 是真的要派很多年 可以 所以也是因為這些情況下 為了平衡這個社會結構 因為有些有錢人不想等 所以就會出現很多私立醫院 或者私立的診所 然後第二種醫療保險 就是社會保險 就是我們現在台灣的健康 其實除了台灣之外 還有幾個國家 都在用這一類型的醫療保險 最出名的是德國 德國行醫 而社會保險是最耐力的 然後社會保險 是一種由國家主導 去強制民眾 去繳納的社會保險制度 那他的主業收入來源 全部都是要看民眾的職業 或者身份 去給一些給他 要求他給他一個保險金 因為他就會變成 由整個社會一起負擔 沒有社會公款 那你又會提到一件事 就是負責去處理公款 扮演一個保險公司的角色 就是由政府單一機構去負責 那社會保險的優點 這個保險之下的人民 就會比較容易得到那些醫療服務 然後等待醫療的治療時間 又會很短 其實台灣真的很出名 就是你去到醫院 想看任何的病 其實是真的很快的 有很多外國的YouTuber 都有拍過 他可能想看一隻手 那隻手有很多長期病患 他要照X-BOM 然後要去診斷 如果你在外國 可能要等下個星期 等半個月 半年 但是台灣真的去到醫院 拿一張票就可以 當天就已經看到 而且通常費用都不會太高 這件事也都出名了 例如在台灣照的MRI 可能是幾百元台幣 但是在美國 可能是幾千元美金 所以其實台灣 這件事真的很誇張 就算不要說到美國 我們以前在香港 你要照一個X-BOM 如果你不是公立醫院 真的不便宜 但是台灣我們照親 都是說幾百元 甚至不用錢 去看牙子 叫你進去照 也不用錢 以前我們怎麼會 享用到看牙子 照給你看 但是你不用錢 我覺得這些真的很誇張 但是這一類型的社會 保險最大的缺點是什麼 就是因為你要整個社會 一同去承擔保險的風險 所以如果這個地區 它有一個全體的健康風險的時候 就會很危險 例如我們以前經歷過COVID 是全部人一起去給的保險 去承擔這件事 所以其實也會令到資產 會有虧損 你想一下 如果你一間保險公司 然後一群人全部跟你承擔保險 那你都很麻煩 這一類型的社會保險的國家 其實都面臨類似的問題 第二就是 如果這些地區的人口老化 都會很影響他們 就是當你人越老的時候 病痛越多 所以當人口老化的比率 比較大的時候 這個國家的醫療保險 可能會出現入不敷指 整個社會結構就會有一個 嚴重的負債 最後一個就是 因為政府是一個單一的保險供應商 所以如果這個供應商 它有任何計算錯誤 索償人太多 就好像剛才說 很容易入不敷指 所以一個計算錯誤 整間公司就很大事 我們最後一個就是 索償人生 最有代表的地方就是美國 這個地區的人的保險 通常都會由他私人購買 或者僱主幫他購買 而這些地方的醫療服務提供的機構 都會是一些私人的機構大部分 而美國的醫療費用 一直都是出名非常昂貴 那它是有一些唯一的社會的醫療保險 都是提供給一些老人家 或者是超低收入人資 而美國的保費 港私人的保費是超級貴的 那有幾貴呢 可不可以說超級貴呢 但我覺得很貴 我聽說一個笑話 有一些美國人 他其實有病 本來有病 要去看醫生 他看完醫生 其實不是被那個病害到 只是受到那個單 嚇到病 這樣 不奇怪 因為呢 在美國的保費 每個月都要800元美金 一個人 2萬多 對 差不多 的台幣 就算你給了保費 你看一次醫生補貼之後 都要25至50元 美金的掛偶費 好貴 超貴 之後呢 我就聽了 在YouTube 聽了幾個故事 在一些美國人看醫生 那其中一個呢 就是他在COVID的時候 去看醫生 那時候COVID就要去快篩 那我查一下自己有沒有做 然後呢 那個快篩要收的費用呢 是足足是3000元美金 就是因為他沒有買保險 那我不知道買了保險是多少錢 那我就會很明白COVID的時候 為什麼 美國人是會傾向不看醫生 因為一向他們的概念 都是覺得 看醫生是會要了你的命 那我們說了這麼多 那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我們台灣的社會保險 即我們的健保 是特別出名的呢 其實最主要呢 就是台灣我們最喜歡說的CP值 因為台灣的健保的CP值呢 其實真的很高 就是你想一下 我們平時交電保費多少錢 就是其實可能是佔我們人工的5% 而投保的額就是我們人工的數量 例如我賺了四萬多元 我給很少錢的一個健保費 我已經可以投保額去到四萬多元 你想一下你一個月要怎麼看四萬多元醫生 而你給的投保額是佔你人工幾個% 所以其實台灣的健保的CP值值真的很高 而且呢 我自己來到台灣呢 我自己覺得台灣的醫療的覆蓋率是超級高的 因為你想一下我們來台灣之外 其實就是逛街的時候呢 見到診所有超多啦 牙醫有超多啦 周圍都是醫院的 或者診所 我自己覺得那個覆蓋率是超級高的 而且很多都是會寫明是有得去用健保的 我們以前香港我們要去用公立的醫療系統 就是去那些什麼健康診所中心 就是要早上去拿那個號碼去等看醫生 家裡比較窮的時候 你以前真的是要排隊一早一大早去排隊 然後去看病 並不這樣 還有呢 台灣的健保衛最有一個很好呢 就是他那個補呢 連專科都補 你想一下我們在二科啊 鼻啊眼他都補 好那最後呢 我們都知道要台灣的社會保險呢 突然間去改變或者突然間變好 是沒什麼可能的啦 無論是NHS或是Pyford的 或是什麼insurance 剛剛你說到三個系統 最主要是都是為了保護人民 所以保護人民 人民本來就是那個最主要最主要那個點 其實你就是說 不要吃那麼多甜點啊 不要吃那麼多辣 垃圾食物啊 不要去懶用那些什麼醫療服務啊 多看我們的影片啊 然後多留言一下 分享一下彼此鼓勵去做的運動 這個是最好的是不是 嗯 對啊 看我們的影片你應該吃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那我們都希望可以繼續去掌知識 令到我們呢 在台灣呢 就更加明白這裡的文化啦 還有這裡的不同的東西啦 因為我們更加可以成為一個 更知道台灣文化的一個台灣人 嗯 那今天的影片就是這樣了 大家就記得讚好啦 分享啦留言啦 就是這樣 下一條影片再見 Bye Bye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